喂!我們今期是紅了 紅了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想弄一些食字漢 明明封面也說紅了 不是啊!真的紅了 早上個星期 士匹寶打來找我們聊劇本 他說很喜歡合物的食字 然後再早兩天 Christopher Nolan打來 說喜歡阿力整的片頭 跟我聊天畫角畫他去做CG 你說是不是紅了? 再早兩天 電視台監製也打來 找我們做節目 行了行了行了 什麼電視台啊 珠光衛視 不是啊!真的紅了 今集說紅了 歡迎收看格物冷知識 我是阿牧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千奇百趣古靈精怪的問題 我們就幫你解答 化繁為簡 用幾分鐘將知識塞進你的腦袋 喜歡聽的話 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每個小朋友張床 怎麼都會有兩隻公仔陪他睡覺的了 有Hello Kitty 唐老鴨 CK樹 周秀拿 個個都大有名堂的 但是為什麼紅仔 我們會叫他做Teddy Bear呢? 哦!原來他是拿了別人總統的名字來玩... Teddy Bear呢? 哇! Cover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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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我們繼續 說Teddy Bear之前 我們就輕輕說一下以前歐洲人是怎樣看紅的啦 十六世紀 因為很多森林都未開發 所以就經常會見到野生的紅 那時候見到紅就好像打Lad for Dead 被Rish見到那樣 馬上把他們十條街死掉了 所以當時的歐洲人 一見紅就整身都會見紅的啦 而他們每次入山都一定不敢提紅這個字的 怕一說就會出現 不老禮嘛 基本上十六至十九世紀 人類是很討厭紅的 跟他們勢不兩立 逢紅必反 還會搞過鬥紅的活動來折磨那些紅 大家看看啦 真可憐 綁石那隻紅邊打他 有些還放狗咬他 說這個更離譜 跟那隻紅玩十五二十 對了 那時候人類就是這樣放明欺負那些紅的 表達對紅的恐懼 那究竟什麼時候開始人類才對紅改觀呢 十九世紀後期 隨著獵紅技術不斷進步 大量的紅被生琴 那些人類當然是拿來賺錢的啦 要麼買去動物園 不能爬山浸溫泉 要麼買去馬戲團 天天踩球跳火圈 街坊天天看幾轉 都試行程 安德鑽 就是這樣 那頭折磨完那些紅 這頭純復了那些紅 又很討厭他們 變得覺得他們很可愛 人類真是麻煩的 也是十九世紀尾 德國最先出現以紅做外形的玩具 就是這隻上年的紅公仔 樣子還是很崩壞 像是老鼠一樣的 那什麼時候才出現可愛的造型呢 就要說一下 一開始提及的美國總統 這個是關於兩個男人去打獵的故事 一個是美國第26任總統羅斯福 另一個是他的打獵指導賀洛特 這個人很有來頭 伸手不凡 被譽為奴隸解放運動之後 頂級馬術大師 他同時也是紅的天敵 他一生之中 獵殺了三千多隻紅 所以我們都稱他為黑紅主將 他的絕招就是殺紅了眼 因為他對著紅是不會留守的 話說1902年11月 羅斯福帶隊去密西西彼河獵紅 黑紅就是今次行動的主將 狩獵團一開始已經鎖定了目標 一路追蹤紅幾個小時 追到羅斯福都不舒服 所以決定全隊人放個午餐休息休息 但黑紅發動了殺紅了眼 發動了殺紅了眼 他是不會停的 所以他單拖帶著幾隻狗 繼續追蹤紅人的下落 沒多久 其中一隻狗突然狂奔 他一望 發現紅人就在眼前 還要已經咬傷了他的狗 這個這麼緊急的情況 但對於黑紅來說 簡直就是駕輕就熟 我是無敵的 他的子彈都省了 他不是用槍拖他 而是用槍拖扮他 對著一隻狗不斷 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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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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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真是紅不斷 打到一隻狗均勻的時候 黑紅把他綁在樹上 哇 這麼大力的 整隻狗怎麼綁 他把尾刀留給總統 打算腰下攻 羅斯福趕到現場一望 他覺得 這個時候尾刀簡直是勝之不武 他不願意開槍殺熊 雖然狗狗狗 最後都是用刀子了結了這隻半仔的熊 但羅斯福就沒有把這件事歸功在自己身上 不過總統同情小熊書這一幕就傳了出去 還被華盛頓郵報大做文章 畫了一幅漫畫來形容這件事 當時畫到一隻熊眼睛碌碌碌 楚楚可憐 鬼死那麼有趣 引起全國熱烈討論 當時有一隊在Brooklyn開糖果店的夫婦 看到這一格漫畫 就說 哇 這隻熊仔好打義啊 如果照著他的樣子 做一隻公仔出來 一定很多人幫襯的 於是兩夫妻就著手設計這款初代的熊啤啤 果然大受歡迎 其後 他們打算大量生產 由於這個設計靈感來源 是來自羅斯福總統的事跡 所以他們就膽粗粗去信總統 問可不可以借用總統的外號 來幫著公仔命名 總統很快批准他們用Teddy這個名字 為什麼是Teddy的呢 因為總統的全名 Theodore 縮寫是TD 當時那些人就是簡稱他做Teddy 所以這一虎紅就叫Teddy Bear 最後這兩夫妻索性不賣糖 直接買玩具 就開了一間玩具公司 叫做 Ideal Novelty and Toy Company 現在都還有 不過同樣時期 也有另一間玩具公司出產紅啤啤 這間就是毛公仔界的名牌 來自德國的 Stayef 看到在官網 哇 二千多元 各位小朋友 記得求求你爸爸媽媽買 不要說夾蜜餅 說回這個品牌 創辦人 是一個來自德國的女才諷詩 她白手興家 從小弄娃娃 已經做到大了 有一次在玩具展的機緣口合之下 接了一個美國商人的大量公仔訂單 剛好就是1903年 羅斯福這宗不殺紅事件發生不久 所以 Stayef 女士也不約而同 寫信給羅斯福總統 拿她的名字 於是 她製造的紅仔 又是叫做Teddy Bear 哇 這樣的侵犬 個個都叫Teddy Bear 還得了 其實Teddy Bear 從來都不是一個正式商標 只是一個統稱 不同的brand出產的紅啤啤 都可以叫做Teddy Bear 叫下叫下 Teddy Bear 也都出現在各大的媒體 無論是兒歌 兒童圖書 甚至是卡通漫畫 都可以找到她的蹤影 就是這樣 現在凡是看到一些無神神 很可愛的紅仔 我們都很自然會叫她做Teddy Bear 都是那句 歷史講完了 是時候都要講下Teddy Bear的有趣 Bear in my 如果你有以下這兩隻Teddy Bear 你就要Bear in my 好好地保持著它 因為很容易不見 官方記錄最小的Teddy Bear 叫做Tiny Tag 它只有4.5mm 哇 比阿力那條鬍子還短 它是勁在這麼小 手腳腳都還可以動 現在這顆紅 就收藏在南韓濟州島的Teddy Bear博物館 另外還有一個民間紀錄 最小的Teddy Bear 還小一顆 只有1mm 你看看 在一個硬幣上面 一顆點 真的要看得實實才看得清楚 這次真是紅啤啤了 之所以不當它是官方記錄 因為它並非無神神 而是硬滑滑 用黏土做的 出自一個新加坡微叔模型工匠之手 高雄 這隻紅 比高雄還大 不是台灣那個 而是香港那個 它不僅大過人 還大過雙層巴士 這隻紅有20米高 重4噸 它真是照著一般的Teddy Bear物料 和外形造出來的 所以網絡一樣都是這麼軟綿綿 為甚麼差事要做這麽大的Teddy Bear物料呢 其實是墨西哥當地的機構想在兒童節 高地的人氣 退出一連串的兒童活動 它是坐落在 Sholakartlum 這個城市的足球場 高空看下去霸足整個足球場 真是紅霸天下 紅線計劃 為師兄紅線計劃正式啟動 麻煩你藏過 英國的伍斯特棍在2014年也有一個紅線計劃 你看看把紅仔排成一條條直線 一共用了15534隻Teddy Bear 總長度2106米 其實這個是當地一間教會 為腦癌病人舉辦的籌款活動 這裡所有的紅仔都是一班熱心居民 自己主動捐出來的 為籌款出一分力 一起排紅 紅髮 你擁有以下這兩隻Teddy Bear 你就發了 而紅髮也要給你面子 全世界最貴的Teddy Bear 就是這一隻Crossover LV 在2002年推出的Teddy Bear 價值280萬美金 哇,你不是傷金嗎 它真的是傷金的 它整套衣服都是用24K金整成 對眼還傷藍寶石和鑽石 它就是比剛才說的 韓國濟州島Teddy Bear 博物館主人重金買下來的 不過不用這麼奢華才值錢 有一隻原汁原味 整百年歷史的Teddy Bear 就價值11萬英鎊 這隻平平無奇的Teddy Bear 之所以這麼貴 其實背後也有一段古 話說二戰時期 有一個英軍上教 叫做Robert Henderson 他一出生 家人已經送了這隻Teddy Bear 給他了 自此之後 他就跟他形影不離 打仗也帶上戰場 那時候 誰人都認識他了 叫他做Teddy Boy 直至到他女兒Sinthia出生 他就把這隻真而眾之的Teddy Bear 送給他 後來他女兒 幫這隻熊仔穿了一條裙子 自此之後 這隻熊就被稱為Teddy Girl 女兒熊 一直維持到1994年 他爸爸釘了之後 他女兒就禮手拍賣了出去 喂喂喂 未完 不過不是說歐草 我想問 剛才你說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剛剛買完 誰又打給我 他回家 豬羅紀公園第八集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留言 讚好 分享和訂閱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